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熟全的冰釉鸭乳汁浓缩进骨肉 连骨头也带至降消 一阵过后更有滋味 有口齿流香的感觉 它的颜色上色很漂亮 然后吃起来又很多汁 花了很多时间在滷 所以很入味 连骨头那边都有味道 肉也很鲜的 传城三代的冰釉鸭真的很厉害 很用心地在经营 口味都没变 出现在山东家庭的冰釉鸭 其实不是山东菜 当年菜奶奶和一位来自南京的妈妈学手艺 配家后改良食谱 进化成自己的鸭香宝料理 眷村的妈妈嘛 三不五时就会一人一菜啦 大家聚会 那我妈妈就在一个因缘聚会之下 就学到了这个东西 那后来就变成说 只要过年啦 过节啦 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朋友来啊 干嘛我妈就会做 这个是来自于浙江的汉帮菜 它的原名应该叫做酱闷鸭 早期眷村里左邻右舍 聚会时总会带着拿手菜 互相交流 地方妈妈充分利用有鲜的食材 把各路家乡味道南北融合在一起 那个时候刚来台湾嘛 刚结婚生活也不见得好 因为我生的三个都是男孩子 所以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弄好吃的给他们吃 要花钱还要少 还要做得多 就是会时常会跟邻居啊讨教啊什么 大家互相研究 老奶奶的好手艺儿子们边吃边学 对家的味道留下深刻记忆 尤其是第三代老板蔡后裔 从小对料理特别感兴趣 他读书不怎么样 可是他学吃得很快 我就教他 他就会了 教一两次他就做得很好了 后来慢慢以后 他就是做了以后就请这个车 请这个车 人家说这可以开店的啊 可以卖的啊 不然好可惜啊 准备一二三 家常菜推出后 卤货一票亲友 逢年过节 人气不坠 除了冰酿鸭 一大堆卤锅 菜后裔物尽其用 他每天窝在厨房 想办法变出新菜色 有猪头皮 猪舌 菊花肉 猪耳朵 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之间 像是冰酿卷 就是参考上海功夫菜 捆蹄的做法 猪皮垫底 猪舌 猪耳 嘴边肉 层层堆叠内卷 在五花大堡 捆蹄的做法 家家都不一样 我们就说 既然是捆蹄的原理 那我们就采取 用一个猪头的部位 一个猪头 猪头皮 两个耳朵 一个舌头 它两个嘴边肉 我们把它捆在一起 那也是一个捆蹄的做法 这个是费功费死 现代的人 他也不愿意在这上面 去琢磨研发了 同样的料理方式 融会贯通 菜单上又多了这道 巧巧话 猪耳猪舌巧妙搭配 卤制过后 混在一起 外层软骨 吃起来又脆又弹 包覆着猪舌的软嫩 创造多层次的丰富口感 舌头跟耳朵 好像在讲巧巧话 也绑在一起了 那事实上 这个是一个名菜 卤过了以后 还是要把它卷起来 好像舌头跟耳朵 在讲话一样嘛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 取名为翘翘话 最困难就是 要克服时间上的问题 工序非常的繁复 很感谢 也感恩他们一路陪伴着 真的是一种家的温暖 把老一辈的 眷村的一种文化情怀 都给它继承下来 我们知道的下一代 这个文化搞不好就消失了 老味道历经时光流转 传承手艺也融合了新意 让眷恋的好味道始终不会被埋没 台湾今年是个暖冬 冬天吃冰好像也不奇怪 在新竹中正台商圈 有一个专卖冰粉的摊位 不止夏天热销 冷冬韬客照样光临 老板娘来自湖南 她说自己爱吃冰粉 还特别跑去四川拜师 来台湾创业之后加入在地水果 酸甜滋味画龙点睛 短短三年生意好到不少人 慕名想要加盟 入冬后老城区飘来阵阵凉翼 旧商圈提前挂上冷清滤镜 为数不多的人客 几乎全部集中在这里 我要一个酒酿饮的那个 网红双天水果冰粉 吃这个饺子的搅拌啊 谢谢 谢谢你们家好吃的 谢谢 没有吃其他家 一杯粉籽清甜微酸 水果配料琳琅满目 剩下的红肉西瓜 眼睛洗现身 搅拌之后 经营滑溜的冰粉 瞬间多了混合交错的美好滋味 这道甜食逆时令 入冬之后热度不解 虽然蛮常来的这里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好吃 它的冰粉会吃起来 让人家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 只要想吃酸甜就吃白香果 只要想要凉一点的吃西瓜 我觉得蛮特别的 酸酸甜甜凉凉的 然后是女生会喜欢的 我前一段时间把冰粉收掉 然后就被客人电话打爆掉 客人就问 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出冰粉 但我也没有坚持住 然后就又把冰粉换回来 结果我发现 大家就都路过的都非常开心 啊 冰粉回来了 冰粉本身没有味道 能成为许多人的心头好 关键在于糖水熬制 甜而不腻 饮饭淡淡桂花幽香 刘晓琳当初为了拿到秘方 不远千里飞到四川败事学艺 它只能捞表面上这一层 浅浅的捞 手不能伸下去 不然它那个花梗 应该带上 因为我们的桂花 其实已经基本上只剩花瓣了 所以它还是会有少量的桃梗 小巧细碎的桂花在滚水中 不断跳跃 萃取出香气浓郁的一锅金黄 但倒入大量的白糖之后 困难度也越来越大 没有 噢 已经上了 我们在熬那个桂花糖的时候 我们的糖下去 然后化开以后 我们的整个糖 它会吃吃吃的一直冒泡 我好害怕 我说为什么它会一直冒泡 然后我赶紧把火关了 然后不停地擦 擦桌子擦地板 墙面都是 我就没有再敢煮 然后下一次说我一直在 因为下一次要煮什么 在想为什么 花式糖水做法不容易 在当学徒期间 老师傅酷得很 只给基本配方 剩下的过程闭上嘴巴 要他自己用眼看 能吸收多少各凭本事 其实我跟其他师傅也有去学过 所以我去很多时候 师傅他们给我的 真的就只是说 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至于最后最终出来的味道 就是看你自己 我目标就是很明确 我就是想要去拿到人家的配方 然后看味道好不好 回来再自己研究研究 这基底带回来想要落地生根 总觉得还欠了点什么 刘晓琳灵机一动 台湾鲜美的水果 成为画龙点睛的关键秘密 比较特别的是来台湾 发现这个水果真的很甜 台湾的百香果特别的甜 而且酸的话真的是微微酸 还蛮好吃的 它比大陆的百香要更甜 百香果本身营养价值高 果肉饱满不分离 酸甜又多汁 浓缩制成水果糖浆 既开胃又能促进食欲 同时间冰粉创意也不断在进化 新鲜虎龙果提冰粉染上梦幻岩 凝固后透着气泡 层次感十足 刘晓琳在台湾创业短三年 已经做出口碑 现在思考的是更宽广的企业蓝图 糖尔会自己掌握 然后让加盟商从我这边走 其实我觉得大家既然来加盟 他就不会想要把商品做成 每个人都想要赚钱 可能他最大的差异就是想要控制成本 但是你控制成本的前提 但你真的也要留个做客 冰粉在四川最早是解腻锅物的最佳两半 不过刘晓琳却成功让他在台湾单飞 还发展出一套冰粉经济 无论寒暑 销量总是红红火火 在北京冷嗖嗖的冬天里 想要迅速果腹又吃得饱 来上一口热乎乎的烧饼夹肘子 是再适合不过了 不过不同于酥脆的烧饼 饼皮柔软的台湾挂包 现在在北京也能展露头角 有台湾陶家打造台式便当店 将五花肉的牛腻感降到最低 口味清爽的挂包成为独特招牌 还有每天现做的卤肉饭 CP值超高 让小店成为不少大陆年轻白领 中午的最爱 来上一杯烤鲤 暖冬的北京在老城里泡脚响日光浴 边防古镇的霸气早已柔情似水 被山水环抱的京郊 从氛围到饮食 相比京城的喧闹 有更加酥软的味道 一个烧饼加肘子一碗羊汤 烧饼半斤肉 肉挺香的 烧饼也挺脆 就是掉渣这种 皮酥才能直掉渣 一口烧饼一口汤 这是最有滋有味的北京日常 揭开扑鼻的麻酱香 加入三分肥七分瘦的肘子肉 标准是二两 但随你高兴 它的这儿的烧饼是比较酥脆的 芝麻也很多 它的肉比较软烂 然后主要是酱味吧 它比较好吃 红热油亮的猪蹄棒 不必费劲就骨肉分离 肥瘦的分配阿姨自带心法 拌入香菜和青椒碎 光外貌就足以肘极食欲的防备 这个要炖锅酒 三四个小时吧 每家老店都有一锅老汤 将肘子卤到瘦肉细嫩温软 肥肉熠熟灰 也会有一批老面 豁入油酥和椒盐 鲜老后烤 红出一盘盘喧腾的芝麻香 西腹肉汁咸淡适中不腻口 经济实惠 也可以少放肉 也可以再多放一点 可以放在盘里 自己往里加 不拘泥定义 这是主食还是小吃 老味道让小小的店人气爆棚 因为以前可能那边船 就干立即活了 可能将来就吃点肉 是不是有地儿啊 一碗汤一个烧饼 够了 烧饼夹酒子 只是名服其实的 碳水脂肪炸弹 但绝对是打工人的新头号 因为一个下去 管宝 现在唐人的挂包也北挑 软乎乎的形态 同样具有饱足感 在这里战露头罩 三号预定 现在有五个挂包预定 等一下再帮我多备一些 控漏 正确读法是一包 但同俗被称为挂包的食物 如汉堡一般被包裹出场 这是不少台湾游子挂心的乡愁 因为这些面真的很好吃到挂包 它必须要是有肥肉 有瘦肉 然后还有一点花生粉 包括它的就是大菜 酸菜就很好吃 真的 一口有下 同时收获碳水与脂肪相拥的欢畅 把这款香酬带进京的 是绰号老宋的台客老板宋宏熙 来 每堂二十包打包 曾经是青石店的后厨 老宋在北京最繁华的 韶物地带卖起台湾木片便当 每天开门店内就交织着 订单身和外送员的催促生 最多忙到一天大概出到三百个吧 对 然后最大站大概有一千五百多 就手忙脚乱 然后已经不知道是出到哪一号了 预知料包盛行的时代 小店不求量大便捷 只坚持收工细活能到位 多余的油脂给它逼出来 逼出来之后 让客人吃的这个口感 比较没那么油腻 对 因为北京这边的人 不太喜欢吃这种油腻的肥肉 和大块传统的台式五花肉 略有不同 老宋选择肥瘦更为均匀的下手 从江蒜激发嗅觉多巴胺 咪酒头跟咸甜调酪 加入血奏 这个东西大套像 可以让这个卦包 更丰富它的那个层次感 还有就是感觉更台 刮包的铺牌 以台式辣酱和花生粉打底 个头不大的精致肉块 也得塞得满满当当才行 北方有这个肉夹馍嘛 还有这个烧饼夹佐子 然后因为它也是很有 这种冲击感的一个小吃 那像我们台湾这个刮包也是 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食物 可以在北京慢慢地推广 让大家知道 肉夹馍我可能是油重一些 这个可能偏清淡一些 我觉得更适合我的口味 我们现在在甜度上面 有稍微做了一些调整 要做台湾味就不能没有一锅卤肉 老宋的罩上永远降伤不比 肉块汆烫后切成有口感的肉条 红葱 洋葱 油葱 葱容熬出香气 这个炸锅的油冲酥呢 那个卤起来的肉啊更强 油冲酥是里面的配料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曼火番煮的卤肉跟白饭最相伴 简单配菜就很之过瘾 味道挺好的 就是有一点偏甜烤 可能和我们在北方不一样甜咸 那就很好下饭 就是跟台铁的那个便当 就是那个便当都是一模一样的嘛 然后感觉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就二十多一份 其实在 不是说在北京算性价比高 是在国贸地区算性价比高 价格清明外的竞争力 在于菜单的选择性 北方少见的炒米粉 他亲手炒出进到鲜香 大肠包小肠到麻油经验线 小店推陈初心 不过凡是情力轻微 偶尔也会吐嘴 先帮您把那个茶跟鸡排 给您先退款好不好 马上就处理 就即时处理 一个人来北京创业挺不容易的 然后来到这里 就想要有一番成就嘛 那不然我觉得就这样回台湾 我也不是很甘心 勤勤恳恳面对每一位时刻 台客小铺总共五大 在京城杀出一片天地 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近年来福州积极推广观光 以古迹及历史文化作为宣传主力 当地著名的三方七项 保留了大量古代建筑和格局 有民宿业者将百年老宅改造成民宿 还请了专业老师分享茶道插花和古勤体验 让游客得以惬意地漫步 从容欣赏先人留下的历史痕迹 古色古香的民宿老宅 承载了四百多年历史 宅地主人原先姓曾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拱的后裔 在清代曾接连出过四代近世 如今这书香大宅院被改建成民宿 完整保留传统屋体结构 让旅人来此留宿 宛如走入怀旧的时光隧道 一进来就非常的凉快 对 就是古人的一些智慧 怎么样吧 这个地方就是非常舒服 阳光透射近幽深的庭院 映出一番烂洋洋的慵懒 老宅总体面积超过两千平方公尺 按照最初的格局设计 可以盖满三十六间客房 但为了兼顾老屋质感与舒适性 民宿设计团队硬是缩减成十六间 我们是把大部分的空间留给客人 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容进来 比如说我们古琴文化 还有我们福建的漆文化 还有什么福建的茶文化 就是容进来 让更多人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 然后我是想让我们住店的客人 更能更多地体验和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古代文人追求雅致 在民宿客房以外的一半空间 也复刻出新闲们过往美好轻松的生活状态 游客踏进这个环境 无论做什么体验 步调都会不自觉慢下来 就连唇厚的茶水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三五好友相聚闲谈 耗上半日时光 品味一壶自然淳朴 就感觉好像走到了一个 室外桃源的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跟外面的一个车身 喧嚣的那种感觉不一样 非常年轻的感觉 对了 这个叫范音 过完靠下 古琴音域宽广 音色寒蓄内敛 游客可以免费上课 赏玩琴鞋 拨弄犹如诗词歌赋的节奏 另外还能跟花道老师 学习如何运用绿枝 探索美的世界 一株株重新排列组合的植栽 都能插出不同的产意 我们这边的客人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都是来自台湾的 因为我们台湾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一种文化 它对我们的 不管是建筑也好 还有我们的古琴也好 茶文化也好 还有花道文化也好 它们都是相通的 其实平常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到 这样子的茶道的这些文化 那刚好可以录住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 因为吃来度假的 那刚好可以接触一下 那我觉得那个琴声其实是有 抚慰人性的一个效果 那可以给我自己 刚好有这个地方沉浸下来 又可以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有认识一些台湾的朋友 其实都很喜欢这种东西 最近这几年 慢活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开始在行色匆匆的白领街流行 假日来个秘密小旅行 找一处安静闭适的独立空间 忘掉工作上的繁忧 丢下日常生活大小事 只允许微风在耳边轻柔回荡 不视为都市生活小确幸 我觉得现在人节奏都很强 就是需要有个空间 去让自己静下来 让自己放松一下 然后我们这些像我们的情文化 然后茶文化 都是可以疗愈 就是可以让 疗愈我们自己内心的 因为平常工作压力很大 脑子里面常常很多的思绪 这样子非常的凌乱 那有时候呢 像来到这边的时候 可以慢生活可以沉浸下来 那这里刚好它的布置 非常的古朴 非常的淳朴 所以一进来的话 你感觉没有太多 过多的一个装饰 那不会给自己心灵 增加很多的负担 反而可以让自己很放空 然后在这边的话 其实静下来的时候 你就发觉 很多生活上 平时的那些很复杂的 刚好可以理出一个头绪 福州市中心知名的三方七项 还有许多青砖灰瓦白墙 一床床古厕在此耸立 他们保金风霜 见证了这块土地 好几代的变迁 近几年文化工作者 积极让老房子活起来 同时保存当地文化资产 结合观光资源 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 天气转量 武林农场换上季节限定的金黄外衣 漫步在银行步道上 感受季节变换的美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拼经济 我是吴宇书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